锁定神准营家杨绍凯 你会了解主力动向 拥有精准雷达 进退台股 轻松应对 喜欢我的专业分析 按赞 订阅 无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收获会大大的超乎你的期待喔 选股神射手 丑马布里手 大家好 我是神准营家杨绍凯 今天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教育日 5月12号星期五 也是妈祖生 送给李莎妈祖生 希望这个妈祖继续我们 保佑我们全体台湾人民平安 那礼拜天 礼拜天也是母亲节 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身体健康 赏命百岁 万事如意 好 再来我们谈大盘 大盘今天开低之后 反弹尾盘还是收跌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告诉你 这个大盘会是区间震荡 如果你看到的 应该都会告诉你们说 今年的大盘不会跌啦 这里应该是一个区间震荡 我告诉各位不要相信 为什么我告诉各位不会相信 我告诉你们不会是区间震荡 那为什么你千万不要去听大多数人讲的 为什么 因为当大多数人形成一个共识的时候 市场它往往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屡事不爽 所以啊 为什么这个市场上永远赚钱的永远都是少数 因为大多数人他都是错的 包含分析师也一样 你如果真的要听大盘 听大盘怎么讲 你要听少数真的看得懂的人 那我是不是这个少数看得懂的人啊 我相信啊 大家只要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有目共睹啊 新朋友没有关系 这个大盘怎么看 全台湾有预告能力 而且能画出大盘走势 而且画得准的 结果我杨少凯不会有第二个 所以看到我的节目啊 如果你第一次看的 恭喜你你转运了 你真的看到一个能帮助你的财神业 好 那我们来谈 那这是5月2号的第一周 这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我画的走势 我说三种选择 谈完要么这里下去 要么谈上来右肩 要么过高 那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右肩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不对 礼拜五我就告诉各位 如果是右肩的话 什么叫右肩 这个叫形态学 这个形态学 这个右肩这个破下去 会不会破 我跟你讲必破无疑 为什么必破无疑 这个一破下去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头肩底的形态 好 那我当天就告诉各位了 在5月8号 这个礼拜的第一天 我就告诉各位了 我告诉各位高点就在这里 好 各位 我是高点出来才跟你讲的吗 不是 礼拜一就这一天 高点就15757点 是不是就这里就是高点了 是不是 我键头往下画还是往上画 是不是往下画 对不对 这个到昨天啦 刚开始跌而已 不要做错 将来回来看 你会发现目前还在山顶上 好 今天这个大盘 盘中反弹尾盘收跌 那在什么位置 我把图围也画好了 这个我这里画 这里会是一个 还没跌完 还很早 为什么跟你们说还很早 我说第三浪是延伸浪 下个礼拜还有反向赚钱的机会 这给你赚钱的 你不要认为跌不会赚 跌会让你赚到翻掉了 会比做多赚的还多 而且更快 我们这样子讲吧 什么叫第三浪延伸 三次一 三次二 三次三 三次四 三次五 这是这一段 后面要走的 现在才在这里 所以你来看还早不早 还早得很 那下周会不会有反弹 会 会有反弹 但是那个反弹 是给你反向赚钱的机会 你不要去错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周线 周线三月份 一个多月前 一个多月前 我画的图 中线 因为这个礼拜收周线 这个是短线 周线看中线 月线看长线 懂了吧 好 这个礼拜是收黑线 那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中线我也画好了 长线我都画好了 以前台湾真的找不到第二个 3月24号我画的周线 上去下来再上去 来各位是不是上去 有没有 在这里 3月24号在这里 在这里 箭头我比了这里 下来上去 是不是下来上去 上去怎么样 下来 有没有下来 下来 下来 对不对 好 那下来之后又反弹 对不对 反弹我告诉你 他会 这个礼拜收黑 这个礼拜收黑 这个反弹这里结束了 这12345 这第二结束了 接下来第三浪 我会告诉你下个礼拜 继续收黑 下个礼拜继续跌 啦 你听到吗 听得懂啦 继续跌可不可以赚 可以赚的 很好赚 不算 我们光这里 68% 这个这里到目前 礼拜三到现在 已经快40%了 避兼组合 去年农历年后 全台湾只有我看空 没有人看空 所以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亏钱 我刚讲的嘛 大多数人看2万点 弹起来看2万点 没有人想到会跌到12629点 我方向往上画 没有第二个往下画 只有我杨绍凯 画到13000跌到12629点 这3月23号 每次弹起来 为什么会有人怎么样看错 每次弹起来 都有人认为跌完了 要上去的 就好像最近这波反弹一样 结果呢 结果往下跌 这去年的3月23号 当时大盘在17000多点 跌到16000 谈到17000 谈了1000点 就有人认为要上去的 结果我认为会下去 又跌到15000 又谈到16600 又谈了1000点 又有人认为上去的 我说这个叫反弹放量见高点 都在这里 在这里 这都是我预告的 反弹末端反弹高点 是不是一路往下画 这一波的反弹 就是一个空头的反弹 12345浪的ABC浪反弹 12345 有没有 在这里 12345浪的ABC浪反弹 这去年12月份 我就把行情画好了 画今年的 这是今年的 这里是今年的 这里走的就是今年的 从这里开始 这里开始 这个就是今年的 去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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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 我说什么 先下 12月5号 这当天是 还没下来 我换完之后下来了 下来之后 我说会上去 我不是讲涨 每天讲跌的 现在跟你讲空的 每天都跟你讲会跌 我说会上去 12月30号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人认为 元月份会大涨 我说把握一波 元月份的 反弹行情 所有加入我们 DIOT的都是见证者 我都事先预告 1月3号开红盘 第一天 我说会涨2000点 先上 而且我说什么样 当时电子没涨 我说电子 它会带大盘涨2000点 1月份涨了1000多点 将近1500点 我说还没结束 会继续涨 有没有继续涨 2月继续涨 3月继续涨 1个月1根K线 有没有继续涨 4月结束反弹 收黑 我是事先预告 3月31号我就预告了 4月份的某一天 我们4月18号开始 反向操作 避险了 股票4月7号开始 4月6号 4月7号开始空 空谁 空台积电啊 你们都知道啊 有没有收黑 有没有收黑 这个月会继续跌啦 我都事事先预告啦 而且我昨天一讲 这个月会比上个月更大更了 昨天 昨天我一个朋友问我 在大陆的 他也是老师啊 他问我什么 老师休息了吗 我说在忙 怎么指教 他说期货有没有好的布局品种 波段布局 我说他是大陆期货 我说我回来台湾就没在看了 他说最近他觉得橡胶不错 大陆有很多商品期货 橡胶啦 苹果啦 金银里 铜铁内也都有 以前我在大陆就做这个 他为什么来问我 他老师为什么问我 因为我在大陆人家叫我准神啊 在这里啊 我没有回他 因为我最近没空去看那些东西 他说老师你不画画 你说一句话 他会信心满满准神 你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字 他叫我准神 我在大陆人家叫我准神 因为我一样 我把商品行情 一样照这样子画 上个月底 某个也是分析师证照的 也是金融业的 有一个人 讲真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他 他传Message给我 他说他年底到明年初 想要去大陆工作 他说问我们管道可以推荐我 我说我已经回来台湾了 那重点在这里 他说我的神通广大 台湾人都知道 是船舟中的人物 我告诉你们 连专业的人都认为我很准 我说不要说台湾啊 你大陆也找不到比我更准 我敢说我两岸里面 没有人比我更准 我不是自己嘴巴在讲的 你只要认识我的都认同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怕跌 跌是你赚钱的机会 如果你涨才会赚跌 你还是吐出来嘛 是不是 你要连跌都会赚 不会做对不对 没关系啊 有我在啊 我在大陆的时候帮不了你们 我现在在台湾 可以帮助你们 最近这两天听到很多人在讲 啊那个挫杀股 什么股票挫杀了 啊什么股票挫杀了 哪有什么挫杀股 只有主力出货 为什么我说不会有什么叫做挫杀股 各位什么叫挫杀股啊 挫杀股在安慰套牢的人 你买个股票 你如果听到这句话 一定是他股票套牢 才会这样子跟你讲 你买了股票 套了 哎呀不对 各位这个是股票挫杀了 哎你觉得这种逻辑对吗 啊被挫杀了 哦都是市场的错 不是我们的错 啊市场挫杀了 没有什么挫杀股 我告诉各位 行情涨上去是资金推上去的 行情跌下来是资金砸下来的 哪有什么是挫杀的 没有什么是挫杀的 行情是资金推上去的 跌下来是资金砸出来的 哪有挫杀的 会跌下来就是主力出货嘛 哪有什么挫杀股 你不要听到 我股票被挫杀了 没这回事 这个就是资金砸出来的 要眼见为凭 你趋势要看得懂 做多就是拉回支撑买 这叫右侧交易模式 我们不是不买股票 买很多啊 翔硕 我买的时候还没涨 拉回买 1215出 出的时候我讲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好 私心KY 800多 1180全卖 出了就出了 现在还在涨 无所谓 没关系 卖1180不卖 1180买不回来 还有更低可以买 40% 创意828块 我买完马上涨 我不会买吗 看多我买完都涨 1140 今天创意多少 大概有附近吧 180 这个价位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对我来说 为什么没有吸引力 没有超额利润嘛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啊 我跟你讲啊 我卖股票我从来不认为说 我卖的股票买不回来 今天1170啦 差多少 多30块 你去看一下喔 3月17号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 我卖完它不是上去耶 它是下来 3月17号在这里 在这里 我卖完它是下来耶 你觉得它后面会一直上 我告诉你它后面还会再下来测这个低点 所以为什么连这里我都没兴趣 搞不好有更低可以买 在这里买的 2月7号 我不会买吗 有机会买我不会买吗 华福 2月13号 我买完马上上去 91块这里全出 全出就全出啊 我会跟你讲啊 我说还有华福吗 没有就没有 还是震荡嘛 我说过这种股票它会盘一个头部出来 但是 这里我有兴趣 这里我没有兴趣 昨天最低 今天最低 达到89块多 你怕买不回来吗 不怕我们91块买 卖掉我 为什么要在这里买 你 我们当初在这里买 可以赚90% 涨了一倍 我们可以赚90% 你现在还在涨 现在90块涨到200吗 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汉翔 买的时候 37块多 加码加码 对不对 59块全出 剩下的 停利了 昨天都停利了 停利了走了就走了 不怕买不回来 53块7 现在今天最低来到52块6 现在54块4 我说过了 打到这个位置上去 我有兴趣再打下来 我没兴趣了 后面有机会再说 以后的事了 等这一波修正结束 好的股票我都会买 好重点是怎么样 你要跟谁买 底部形态 光洁 全卖我讲 在这里买 在这里买 买完没低点 对不对 73块2卖 全出 光洁现在多少 今天反弹63块4 这弹起来还会再下去 这弹起来还会下去 所以股票啊 41% 该赚的我们赚到 不该赔的我们不会赔到 是不是 为什么大多数人 投资人都会亏钱 买都会 啊卖怎么样 卖不会卖 所以你才会亏 不该买的位置拼命买 有暴力的时候 不敢买 卖点它有两个 一个是最佳的拉高出货 一个是赤家卖点 最近看到很多股票 它出现什么样 拉高出货的现象 那拉高出货 一般来讲 拉高出货 它会是一个相对卖点 那赤家卖点就是像我讲转弱 像光姐这种叫做转弱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 等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那手中 等一下 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时候 你必须做的事情 不是怎么样 不是去买股票 该怎么做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一软体设备 文部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投顾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欢迎各位 好我要开始了 好可以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现场 好这个时候各位 你要记得一件事 我说过了行情我已经规划好了 好那我相信你手上股票 一定有套牢的股票 好如果你最近套牢了 这两天谈起来 你不知道怎么卖的 好来找我 我帮你解决 好因为你在一个下跌的趋势 只有卖点 好没有买点 那你如果下跌趋势 要赚钱 还是可以赚啊 做空啊 资源 能不能空吗 对不对 空下来 你换个方向而已嘛 好换个方向而已啊 对不对 我补我也讲啊 167块啊 对不对 167.5啊 今天资源多少 今天资源还在这里啊 那不然我弹高我还在空 我等他弹高空 还会再跌 这种股票你不能加嘛 你也不能说什么AI什么的 我跟你讲 这还没跌完啊 你要去看它的长线的结构 长线的结构 那个就是空头反弹嘛 空头反弹这个低点会破的 这个低点会破 这个低点会破 跟你讲三次 不要越买越多越套越多 然后套了等到低点 然后呢 当初买在这里的 如果买到200块这里买的人来说 这里加买哦 再下去咧 再下去加码哦 我问你你有钱加码吗 好等到将来来 将来的时候 看哦 我们资源哦 买在这个位置 从这里一直往下买 废话 你真的有钱买吗 将来下去的 你还有钱买吗 这个将来下去 还会再下去 我跟你讲啦 不会涨啦 你手中只有资源的 你要小心 你要找对人 弹起来我空的时候 就是你怎么样 我现在在等他反弹 没有反弹 我们有其他标的无所谓 反正我标的我股票我都准备好了 没有反弹也无所谓 我们还有其他的标的 所以股票能不能赚钱 不是因为怎么样 你对基本面认知 哎呀这个AI 这个细制裁不是 而是你真的能不能看中股价趋势 去乱买股票 不管你自己做也好 跟其他老师做也好 我跟你讲 大多数的跌下来 一定叫你一直买 买到后来你没钱买 最后你套股票了 真的低点来的时候 你没钱买了 你到时候是等解套 这我为什么要做空 做空空什么股票 空涨不动的股票啊 空弱势股啊 我说我空的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你们手上的股票 你们套牢的 不是因为怎么样 我放空下跌 是人家主力早就出完货了 最近很多强势股转落了 转落了表示什么 表示主力在拉高出货 那了解吧 那做空不是一般老师会做的 不会 所以为什么很少老师在讲空 不会做 有的讲空是乱空 你空股票的时间限制 因为投资人知道你们喜欢买股票 你们不会做空 他不会跟你讲空 因为你听到做空的老师 你就排斥掉 其实是错的 你来这个市场 你要多空双向都能赚 你如果只会做多 跌行情跌下 你最后你把赚的 你全部突出来了 你要找到一个双向都会做的老师 没有耶 讲真的 而且讲做的 讲的 讲的 讲的准的 看的准的 没有耶 台湾只有我耶 所以你要想 你真正什么样的老师 能帮助你去怎么样 去规避风险 把你辛苦赚来的钱 把他好好的守住 等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让他财富翻倍 其实现在这一波 如果后面下去 也是财富翻倍机会的 也是一个另外一次财富翻倍的机会 你只要跟到 看得懂行情的人 你自然就能翻倍 啊谁能看得懂 多空双向都操作 全台湾也是只有我 我说一套 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我怎么说怎么做 我这些条件我都具备 对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 这个财富倍增计划2.0 这个2.0怎么去实现 我就跟你讲 你不用管怎么做 你只要跟上我的策略 在大陆讲策略 跟上我的call訊就好了 我讲2.0怎么实现 这段下来到这里 15,970 对不对 不要说到这个低点 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我们就可以赚68%了 低点到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赚68% 我们这里还做个短多上去 那个我就不算 不讲了 好 那从高点到这里 从高点这里下来 这样子可以赚几% 这样子可以赚40% 将近40% 一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赚40% 所以你股票套牢 如果说你卖不下去 或者你不想卖没有关系 你只要配置一点点资金 来参与什么 你只要配置一点点资金 来参与我的财富倍增2.0 计划就可以了 你这一部分的资金 如果翻倍的话 你那些套的 亏的 你全部回来了 还有个重点 如果今天这个行情会跌到哪里 我告诉你没有人知道 我很清楚 因为我对行情是有规划的 你有的人说 哎呀我就等我就卖股票 我不敢买 这不对 为什么 因为真的好的时机点出现的时候 买点出现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 所以啊 不管你现在套牢的 还是空手的 各位 这个财富倍增2.0的计划 你要跟上 因为真的低一点来的时候 第一个 你会知道 我会带告诉你 什么股票有倍数的机会 我会带你去做 了解吧 趁现在行情还有反弹的机会 各位下礼拜会有反弹 我先跟你预告 但是那个反弹是给你怎么样 让财富倍增的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直接拨把广告的电话 好 加入我的行列 一定要跟上 好 机会一错过 就不再拥有了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最后 感谢大家的订阅按赞与分享 让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感谢老天的安排 让你我有相似的缘分 感谢台湾股票市场 让我们多空双向 都有赚钱的机会 给大家看一下 任何东西 怎么样 你也不能看到 我给大家看 我的什么来说 我给大家看 你 Après个人 电话 包括